一家5T正面长这样屏占比的确很高 现在一家5T的手机消息基本上已经可以确认了 海外将在11月16日发布 而国内要11月28日才能登场 不过很有可能是当天同步发售 由于频繁曝光 这玩手机已经没有太多秘密可言了 那些细节还不太清楚 现在第三方厂商为这款手机设计的钢化膜预备曝光 通过钢化膜大家可以看清更多的正面细节 一般手机厂商在新品发布之前都会与相关的供应方沟通 尤其是配件厂商如手机后盒或者贴膜制造厂商 肯定会提前制造手机尺寸大致设计 目的就是能够提前的打造配件 与手机同步上市开售 从这个钢化膜来看屏占比非常高 不过与OPPO 21S和VIOX20的屏占比差不多 应该在85%左右 前置扬声器 摄像头和传感器都被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当中 由于前面版开孔比一般手机多了一个 所以推测可能采用了前置双摄像头设计 另外手机屏幕是18比9 没有问题 四个边角并不是垂直的 而是经过了弧度切割 然后再次推测一下 然后再次推测一下 以上